关绍伦先生 主席,我是代表司令触局的关绍伦 开宗名义,我们是反对4月22日公布的政府的政改方案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普选的方案是一个假普选 所以我们绝对会反对 很奇怪了,最近很多政府的官员或者建制派议员 不断地呼吁市民不要糾纏在真和假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笑的 因为就算你买一样最简单的东西 真假对的东西也非常重要 例如我们吃蛋的时候 我都希望吃到一只真的鸡生出来的蛋 就不是泛物做出来的蛋 我喝奶粉,也希望喝到奶粉吃完之后 我们会健康,就不是头片带的 但官员呼吁我们不要管真假 我想想想,这么有趣 究竟有哪些人才会最喜欢叫人不要管真假 要了先的呢 想到了,原来是一些卖假东西的骗子 如果我卖的东西是真的 是货真价实,同手无稀的,我会怎样做 我会告诉大家,那件事是怎样的 很详细很详细很仔细很仔细 告诉大家,这件事有多好 为什么它才是正货,你不要相信其他 这是必然的 大家都是一个合常识里面预知到的 但你们现在官员或是建制派员就并不是这样做 很多时候都会遮遮掩掩 但其实普选的定义是否真的这么难呢 其实非常简单 刚才也有发言者说过 普选有两个很关键的 就是投票权和参选权 或者叫做被选举权 很简单的两个,对不对 我们又看看现在政府宣传的是什么 政府宣传的不断强调 有票真的不要 每人一人一票选特首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没错 一人一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选举权 但另一样呢 另一样的是被选举权 有没有提及过 甚少 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的尾段 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都听到政治在理陈乐鹏先生说 不断强调就是一人一票是要实践的 有没有提及过被选权 没有 当很多时候被人问到 那被选权在哪里呢 就会拿出一个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常常强调 有代表市民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实它是代表多少个市民呢 大概是25万 就是大概7%的选民人口 那为什么我说大概25万呢 就并不是说我的资料不足够 是因为其实很多里面 是公司票是老板在商界 但是根本是不能够用数字去了解 总之就代表了很少 我们专业人士 刚才我们有同事都说过 其实可以很安稳地在家 过一些很舒适的生活 但我也走出来 特别不是因为我们为了任何利益 是因为我们觉得世界上是有公义的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很多团体来走出来 圈缺一件事就是 否决这个假方案 绝对不可以待着 多谢大家